当地时间12月3号至4号,北约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当前围绕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军费争端,法国方面提出的北约脑死亡论,以及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爆发的争执等问题,各方始终各执己见。 当地时间12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后,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北约脑死亡的言论,称没有国家比法国更应该退出北约, 又批评德国没有履行承诺分担北约军费开支。 据报道,在与斯托尔滕·贝格出席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指出,北约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称马克龙的脑死亡论是侮辱其他成员国,没有国家叫法国更需要北约。 特朗普同时否认美国与北约的同盟关系动摇,但表示我能遇见法国退出北约。 特朗普谈到军费开支时表示,由于他的多番施压,北约成员国才愿意大幅提升军费开支比例,但德国和很多成员国仍未有承担足够军费。 特朗普还提到美欧就航空业补贴和欧盟向美国科企征收数字税的争议,认为不能让欧洲在北约和贸易方面占美国便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